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 我是新菜法师 今天罗汉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五百罗汉当中的第七十五尊 贱人飞腾尊者 贱人飞腾尊者 他是在松山的霍安国师门下德法的 他住在洛阳的福仙寺 本名叫做人简禅师 他自从在松山得法了之后呢 就四处游历 当时啊大家都叫他腾腾和尚 在唐朝天色万岁年中 五则天呢曾经招请他入宫向他请法 那腾腾和尚仰视五则天看了好久 突然问一句说会吗 五则天觉得莫名其妙就回答了一句 不会 那腾腾和尚就说老生持不语见 说完就离开了 隔天呢又在奉上了持久收短歌让武则天看 武则天看了之后呢 大大的赞赏 准备要送他好多好多的礼物 可是呢 腾腾和尚都不接受 武则天希望腾腾和尚可以再多写几首歌 让让他可以传播天下 让人人呢都可以口诵 那在腾腾和尚所写的歌里面呢 都写下了腾腾和尚所悟到的真理 可是只有两元歌一首歌 盛行于世 两元歌的内容是这样子的 修道道无可修 文法 问法法无可问 迷人不了色空 误者本无逆顺 八万四千法门 治理不离方寸 试取自家神锅 莫慢寻他相聚 不用广学多文 不要变才充俊 不知悦之大小 不管遂之余润 烦恼即是菩提 净花生于泥粪 人来问我若违 不能共一谈论 隐召用舟冲击 灾时更参一顿 今日任运腾腾 明日腾腾任运 心中寥寥总之 写作羊吃福顿 我们看到了原歌 写下了腾腾和尚所悟到的真理 八万四千的法门都离不开我们这颗灵明妙觉的真心 只要认识了我们本来就具有跟佛陀一样的灵明妙觉真心 何必在外在去外头 追忙乱的追寻呢 知道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们早上的时候还是喝一碗粥 中午时间到了 还是在吃一顿饭 今天呢 随缘自在 明天还是一样自在随缘 只要心中保持在这个 了了长枝的决心 别人看着你什么羊吃福顿 又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 见了非腾尊者 就讲到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感恩大众 不失慈悲欢喜 阿弥陀佛 质尝尝 那么 有些 我 是